精心的旅游线路 贴心的导游服务 为何频频爆出欺障的领域 美丽的自然风光 奢华的旅游设施 却不能带给游客舒心的享受 面对形形色色的旅游乱象 我们应该如何应该 敬请收看平安36551特别节目 人在窘途 雾园位于江西省东北部 素有中国最美乡村的称号 这里既有白墙黑瓦的灰派建筑 又有江南水乡的小桥流水 而每年黄灿灿的油菜花海 更是让游客如痴如醉 近年来随着外地游客的急速增长 当地的黑车现象是越来越严重 翻看网络 关于黑车载客坑人的现象是十有发生 2015年4月 在油菜花盛开的季节 我们的体验者邱先生从杭州出发 带我们踏上了雾园之旅 去一探究竟 现在是下午的四点钟 我们体验着一行抵达了雾园县城 当一下车就被眼前的这位大哥给迎面拦下 从地图上看 墓园县城到里坑景区的距离是18公里 5块钱的价格还真是不贵 可这个价格靠谱吗 我们的体验者不放心 又出去打探了一圈 看来 这价格还真是便宜 尽管心存疑虑 我们的体验者还是跟随司机上了车 油菜花已经看不到了吗 听了司机大哥的介绍 顿时让我们的体验者心里紧张起来 毕竟来物园旅游 看不到油菜花 那可真是有点太遗憾了 这个时候司机大哥告诉我们 庆园那边还剩下唯一的一片油菜花 可以看 他可以直接送我们过去 算是今天 给你两个人60块钱 到庆园 加湾 然后晚上走 最后 现在走高速去 可是现在的时间已经是下午的4点半了 这时间还来得及吗 你保证你来得及 我30分钟就可以走高速就可以到庆园了 我们8点钟听黑啊 你来得及的 那么晚了哈 我一分就这样 我不催你 听黑了 我不要你分 就这样 司机大哥为我们设计了这样的一条线路 从这里直接赶到庆园去看油菜花 返回的途中 可以经过小企和江湾两个景区游览一番 来回的路程呢 大约是100公里 总共就给我500块钱 就行了是吧 对 庆园的立坑 江湾 江湾 然后我还赠送给你一个小企业 我们就是赚庆园的门标钱 跟江湾的门标 跟李坑的门标钱 我们拉钱啊 给保安啊 直接进去啊 就是打购60块钱的门标钱 给他40 他们几个人就分的 我呢 都20块钱一个人 从5元钱变成了500元钱 不过这大哥诚恳的言谈当中 好像还真感觉没赚我们什么钱 想想那美丽的油菜花 我们也就接受了司机的安排 六点钟左右 司机大哥告诉我们 目的地到了 推开车门 眼前果然是一片金灿灿的油菜花海 远山叠翠 白墙黑瓦的灰派乡村 演映期间 景色的确很美 如此美景 并体验着心情一片大豪 可是没看多久 大哥就开始催促我们 要赶往下一个景点了 想想也是 按照这位大哥的行程计划 天黑之前 我们还有两个景点要去参观 二十分钟之后 我们的体验者一行 来到了这家被极力推荐的茶叶店 小企黄菊在当地是最为出名的特产 在司机大哥的帮助之下 店家的叫价从两百四十元一两 一路下降到一百四十元 我们的体验着暗纳不住心中的窃息 花费五百六十元钱购买了四两茶叶 从茶叶店里出来天色已经很晚了 雨也越下越大 这江湾还能去吗 包车服务陷阱重重 看到我面子上 夜一过十了 夜游江湾又会有什么发现 这是江湾春春 敬请收看平安365五一特别节目 人在迹湖之江西雾流 七点钟到达了江湾景区 此时天色已黑 我们在司机大哥的领路之下 开始夜游江湾 可是索惊之处是关门庇护 看不到任何的游客 难道夜游江湾 就是在黑灯瞎火当中游吗 面对着茫茫夜色 体验着的心情跌到了冰尾 游过江湾 司机将我们送至里坑村的一处客栈 结束了这一天的行程 回到客栈 我们的体验者算了一笔账 到达雾园之后 从下午四点半上车 到晚上七点半回到客栈 短短三个小时 只用去十分钟看游赛花 购买菊花茶花了二十分钟 夜游江湾用掉了十分钟 其他的时间都在路上 可是车费门票 一共花费了五百元钱 购买菊花茶又花费了五百六十元 一共是一千零六十元钱 这五元的包车旅游 还真是有点贵 平安三六五五一特别节目 人在窘途 今天我们的体验者带领您进行的是江西雾园的一日游 去看美丽的油菜花 在整个油菜花观赏界 可以说雾园是鼎鼎大名 山清水秀 自然风光非常的好 而且油菜花 因为它地形变化特别多 所以非常的丰富 确实很吸引人 可是体验者整体上来讲 他心情好像还是有一点 不是特别的美好 其实跟网上很多的朋友 去旅游回来以后的吐槽 可能也有像类似的地方 我们不如来看一看 这是其中有一个网友写的 他说上了一个报价两百块钱的车 当然觉得很便宜 随便就上车了 可是没想到开了没多久 又拉了一个人 然后司机说别害怕 这个是导游 导游不管你需要不需要 立刻就带他们到什么一个大理坑 然后说另外买门票 结果还被他们比较凶巴巴的 然后到其他的什么这个洞 那个洞 各个景点 全部都要另收费 我们的游客就说 我们就不玩了 我们回吧 人家司机立刻翻脸不认人说 不玩 今天就别想走了 这儿不玩 那儿不玩 你们到底想玩什么 结果他们才明白 原来这黑车尚不得 四个人花去了差不多五百块钱 可是噩梦还没有结束 几个人睡着了 然后等到把他们叫醒了以后 发现不是酒店 而是一个漂流的地方 先漂流 后睡觉 结果乱七八糟一算 又四个人花了三百二 最后他得到的经验是说 为了省一百多块钱 选了个黑车 结果多掏了八百多 他说自己的旅游体验是感觉非常非常的失望 可是这个选择黑车真的是要告诉大家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我们的体验者在江西雾园上了一个黑车 这个黑车司机也是非常的了得 他花了一千多块钱 所以我们其实也很好奇 那么这一千多块钱会不会像网友吐槽的一样 也会遭遇到这些问题 还是我们这一次真的能够遇到好心人 这一千多花的到底是值了还是冤枉了 咱们接着往下看 当天晚上住宿的客栈老板的一番话 让我们的体验者这才恍然大悟 第二天在里坑景区的茶叶店 我们的体验者又有了新的发现 各位看明白了吗 其实不用看 我想大家都猜到了 一定是吃亏上当了 关键吃亏上当太隐蔽了 你知道我们有两件事情一定要告诉大家 那确实令人毛骨悚然 第一就是导游一开始是说 说我是有一个办法跟保安分门票钱 可是这一路下来 我们的体验者发现根本没有什么跟保安分门票的 因为所谓的黑导游黑车司机 这大哥带着我们的体验者去的 基本上都是不需要门票的一些景点 所以就光这一项他就挣了500多块钱 这钱老百姓的讲话 他把这钱给黑了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买的那茶叶 买的茶叶打完这140块钱 可是其实真正后来我们的体验者到了正规的商店去一问 说品质最好的55块钱 如果差的十几块钱就买得到 所以体验者的心情一下子当然非常的不好 不过接下来我们在物园的旅游还没有结束 那随后我们的体验者还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第二天我们的体验者一行决定放弃包车 换乘公共汽车出游 这次是从里滕村到江湾景区 从这儿去那个景点之间转运的大巴子哪儿了 到外面大巴路上 就那主要 300米到路口 往上降完往下到行程 是吧 一般多长时间一趟 没有 没有规定时间的 你就是到那儿去等 咬着就走 少 少得很 你们等着 等 等 得多长时间 一个小时一趟 果然像眼前这位说的一样吗 我们的体验者来到了里坑景区外边的公路旁 大概等了20分钟 中巴车就来了 车费是10元钱 而且很快抵达了江湾景区 看来坐公车还是比较方便的 既然坐公车比较方便 可为什么一路上很多的游客还是选择包车出游呢 带着疑问 我们的体验者一行再次乘坐公车前往江陵景区 可这一次就没有那么顺利了 由于这个景区的路程比较远 体验着足足等待了一个小时 下车之后 又因为下车地点远离景区 还需要步行20多分钟 这一来一回 仅仅一个景区就花费了一个下午的时间 而且乘坐公车出行 您还需要把握好游览时间 这位往下走的车最值得几点 在5点 5点就没有了是吧 公共交通插墙人意 一路上去看不到中巴士 体验者该如何选择出行方式 敬请收看平安36551特别节目 人在窘图之江西雾园游 平安36551特别节目 人在窘图 这一趟的体验下来 我们的体验者心情也不是特别的好 我们先算这样一笔账 如果您在整个物园 您就会发现它的景区 刚才说了很大面积 离得又比较远 当地提供的公共车辆的这种出游 您大概需要用5天的时间 才能全部把景点走遍 费用是200元左右 5天你最少在这住4天要花600 吃住 吃饭这些 然后包括景区的连票 我们算了一笔账 一共是1500块钱 你就会发现 虽然比较自由了 旅游的体验可能会比较好 但是比较花钱 浪费时间 可是如果你采用这种包车出游的形式 两天就可以走遍所有的景区 600块钱的费用只需要住宿一天 景区的连票同样是200块钱 整个下来是1150元 二者一比较 我们就少花了350块钱 出行比较便利 节约了时间 但是我们就会发现 可能会存在一些风险 甚至是隐性的问题 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些问题呢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请到了徐杨律师 其实你看我们遇到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 这就使得很多人 包括像墓园 像西双板 就这种景区面积非常大的地方 这种好像黑车 这种滋生的土壤 就是特别特别的丰富 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实际上呢 就是说从价格上 黑车的确是占优势 对 但是潜在的风险是非常大 都包括什么 那首先呢 黑车呢 就是你合法权益得比较保障 它改变行程啊 甩客呀 载客呀 这些情况会出现 另外的话呢 就是安全保障做不到 对 我们一组数据说 大概2010年以后 每年到这来旅游的 1000万人平均 最高的时候 一天22万人 那这些游客 它有很多都会选择 这种包黑车出行 您觉得这里面会有问题吗 这里面的确有问题 我觉得这个游客的选择 其实也非常重要 如果游客不选择 它就没有市场 对呀 那只有说作为游客自身 能够做出这个合法的 正当的这个选择 这个市场才会更加的规范 也就是说 要真正把这个事治理好 这不仅仅是我们的行政部门 我们每一个游客都应该依法出行 这是个前提 对 依法出行是非常重要的 好 谢谢 很多人都在抱怨 或者说吐槽这个黑车 但是您有的时候就会发现 当它非常非常便宜的价格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可能这个时候都会怦然心动 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要想让大家获得一个更好的 更安全平安的出行 那我们每个人首先要做到依法出行 平安三六五 五一特别节目 人在窘途 我们在北京 祝愿您出行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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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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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